我在那里看到一个图的时候 我看到非常难过 那上面写的是个三岁小孩 人没有了 他骑着个小救大车 那救大车载 人没有了 我在照片上看着这个 所以这个跟佛在镜上讲地狱相对没有两样 真叫刹那之间 整个毁灭了 那是原子弹刚刚发明 广岛那一刻是试验 试验 长期才是第一刻 真正的原子弹 才产生第一刻 那么现在我们晓得 现在这个 这个核子弹的威力 是广岛长期的 几百倍几千倍 这战争不能打了 这一打真的 整个世界会灭 所以在这种恐怖的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首先要自读 首先就是在大乘佛法里面 能够真正了解 诸法实相 我们的恐惧心没有了 恐怖没有了 真的像心境上讲的原力恐怖颠倒 这个没有了 我们自己不管在什么境界里说 心是平静的 心是安乐的 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 好好的依照这个智哲大师 这五个科目去修修 随便读诵 隐熟 兼修六度 正行六度 提升自己的境界 决定的圣经度 因为烦恼吸气未断 所以无凭未往生 是凡圣同修徒 凡圣同修徒也有三倍九平 我们要努力力增上游 如果能够把执着破掉了 那你就生方别犹豫徒 能够把这个分别也断掉的时候 那你就生时报专业徒 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叫真修真感 不会不被外面境界所转 你就能转境界 大经上常讲 心造万福 一切为心造 一切发重新降生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